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這部影片主要是要針對黑騎士改版前跟改版後的傷害差距 我們知道這次黑騎士的改版會有增加了一個 兩倍的倍率傷害 把原本的1.5變兩倍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一下這個影片的紀錄 我們紀錄的方式是用NPC當作目標 攻擊500刀 看一下500刀所造成的傷害平均值跟最大最小傷害的區間有多少 那我們分別用兩種方式來測試 一個是武器損壞的狀態 一個是武器未損壞的狀態 那我所拿的武器 是加9火靈三階祝福魔力短劍 那我裝備配置 打除所有浮動傷害值 的裝備 當作基礎 就是黑耳不裝 然後我的娃娃也是使用沒有魔法狀態的綠瓦 來做測試 那我的變身選擇紅變因為我要加快灰刀 達成的速度 所以我選擇紅變因為我測試的範圍是500刀 那我們現在就即將開始第1個階段吧 第2個階段 我們可以與你分享的 Zither Harp 好的那这就是黑骑士改版前1.5倍伤害所造成的数值 那我们紧接着就来看看改版后的黑骑士又是怎样的伤害呢 好的很快就来到了我们的改版后 那我们这次改版后的黑骑士测试方式如同前面一样 武器优先使用坏掉的火灵三阶加九祝福魔力转件 那我装备的配置一样是拆掉黑耳娃娃维持十八拖红变加快那个测试的速度 好那我们这边大概是这样配置那为什么会有红点点呢 因为我不小心升级了不过别担心我的点数没有点下去 所以状态跟前面一样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好的那我们很简单的测试完这个改版前跟改版后的黑骑士 那我们从数据表上面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1.5倍变成2倍伤害上面的确是有明显的改变 那在PVE跟PVP上面的效能也明显的提升了 但是我这边特别要说一下在改版后我测试的时候刚刚那一次影片里面有一刀打出250多的伤害 这一刀我有特别回去看回放然后查出所有的数据表 500刀里面只有出现这一刀的伤害是200多 那这一刀的伤害到底是它的倍率是怎么计算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怎么算它大概都是170到180 可是250几的数字的确是这个程式从后台的DPS数据里面抓出来的 所以理论上这一刀是真的确实存在的 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伤害呢 这个秘密就交给专业的玩家去解答咯 那很感谢你们收看如果觉得我的频道还不错或者是你想看到哪样的影片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感谢你们咯拜拜